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于秋雨 上次我讲完了圆杂局 当然圆杂局是讲不完的 我写了很多书都是讲圆杂局的 但是我只能简单的提一提 说明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和在世界文坛的影响 这两方面的影响是我们再也没法小看它了吧 那么圆杂局我前面讲了 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有一批离开了科举制度的一批文人 无处可去 进入了西棚子 当时叫沟兰 进去说 我给你们写剧本吧 你们也以前是唱唱跳跳 歌歌舞舞 演一点小品 我能不能给你们写一些剧本 结果就出现了圆杂局这么繁荣的景象 这是圆政权有一段时间终止了科举制度 我们的文人没地方去了 好像是没地方去了 结果他们的生命就播发出来了 否则的话大家想想看 无论是冠权清 无论是王师傅 无论是季军祥 无论是马志源 还都在一次次考试呢 考着一个什么官 可能日子也不好过 一会被扁 一会被杀 非常麻烦 但是当他们离开了这种科举体系 离开了官场系统 离开了政权系统以后 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文化人 面对着失明社会 面对着演出市场 他们就创造了这样好的奇迹 这是元代看上去非常短暂的元代 创造的一个文化奇迹 其实顺着元代居住家的他们的思路 他们的身份 他们的心态 他们的生态 我还可以讲另外一个行当 那就是绘画 在绘画领域里边 出了一个人叫黄公旺 这我想大家都听到过 黄颜色的旺 公共事业的公旺 希望的旺 黄公旺 他什么身份也不是 但是他却成了改变中国绘画史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是中国山水化的一个里程碑 又把山水化成为文人化的主干 从此又成了中国文人化的一个里程碑 这样里程碑有一点像圆杂局的作家 他们在无意谋生 在西鹏之边上讨生活 结果成了一代大师 让一种艺术作品震撼历史震撼世界 黄公旺也是这样 他在一个没有身份的情况下 创造了历史 让中国的艺术一下子提升了 我们别的不说 元代就光凭着圆杂局和凭着黄公旺 他的文化成绩就不得了 好 这我想对黄公旺说的 所谓再仔细一点 我说大家似乎一直有个共识 好像艺术杰柱的出现 必须有一些客观条件 比如经济的保障 官方的支持 社团的组建 典语的热闹 社会的重视 民众的关注等等 这些条件往往组成了 我们想象当中的文化盛世 你看宋代就建立了宫廷画院 称为汉陵图画院 由孙辉总自己亲自组建 不断完善 不知道民间的画家 如果被选为运用画师的话 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创作生态也大大提高 受到了充分的宠幸 我们必须这样说 宫廷画院里边也出现了很多不错的作品 但是非常奇怪 我在我看来 所有的宫廷画架在一起 还不及黄公望的一幅 福春山巨图 那个宫廷画院里边 出不了一幅福春山巨图 一直到宋朝终于灭亡以后 宫廷画院不存在了 南方汉族的画家 便到社会最底层 和前面的所谓御用画师一笔 简直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但是正是在远离官方 远离财富 远离地位 远离人群 远离关注的情况下 福春山巨图出现了 当它一出现 人们就会明白 宋朝宫廷画院所提供的 一切优越的条件 大半是艺术创作的障碍 而不是帮助 其实这个教训 并不仅仅是宋代 凡是上上下下都在欢呼的 包括艺术家本体在欢呼的 多数是创作的反响力量 宫廷画院里边的作品 确实典雅 确实富贵 确实严谨 确实豪华 什么都有 缺少了一点点别的 别的什么呢 那就是 缺少独立的自我 缺少生命的私语 缺少生态的纯净 缺少精神的舒展 缺少笔墨的洒脱 缺少生三聚土 就是有了这一点点 就产生了魔力 那么我们讲讲 为什么说王公 他是一个多方面远离的人呢 他是远离了官方 远离了财富 远离地位 远离人群 还远离关注的人呢 就说的难听一点 他是一个 籍贯不清 信誓不明 职场平庸 又经过多年监狱的人 他监狱里出来以后呢 也没找到过 相安的职业 他主要的身份就是 拨挂 就卖挂回生 过着朝野平民的日子 而且那个时候 一边剥挂 一边自己偷偷的画画画 年龄已经非常大 他一直没有 大家想象的正式画家的身份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一个艺术家的习惯的标志 比如 家学渊远 少年得志 风化金士 时代运转 诗图书记等等 他完全没关 他是一个偷归的履历 或者说另类履历 有的时候说 他是富洋人 富中山剧图 或者有人说他宋江人 因为曾经在宋江流浪过 但实际上 他是江苏长寿人 他也不姓黄 年幼的时候 过去给浙江温州的 一位姓黄的老人 老人说 哎呀 皇宫望子久矣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呢 皇宫望子久矣 皇宫望 三个字就出来了 名字就这么产生 晚年学化 晚年什么时候呢 一般都是在50岁左右 已经年纪不小了 但在这个之前呢 他做过小官 小官离了 就实际上 是一个观察里边的文书 这样的角色 由于他的上司 有一个经济案件 所以他牵扯在里边 也就关进去了 关在监狱里边呢 他当然没有其他方法 也只能先写诗 诗也就没法留下来 只是我们看到两句 是他写个朋友的 里边有这样两句 叫 事故乌雅 方扰扰 人生如梦 静昏昏 我们大体就知道了 他的景象 他从监狱出来以后呢 精神上无以致力 所以就信了 道教里边的全真教 大家还记得全真教了吗 就成吉思汉边上 我们的长城人 用传真教的真理 去启发成吉思汉的那个教 结果黄公王爷 信奉了他的教义 他信奉的是八个字 叫人耻含垢 苦己利人 这个我再讲一遍 人耻 耻弱的耻 含垢 污垢的垢 人耻含垢 苦己 苦了自己 去利别人 这肯定是八个很好的字了 到这个时候 很难说 他是个大艺术家 他是受尽苦难的 一个又是愿意人耻含垢 苦己利人的 一个很好的好人 年纪已经很大 他能不能成为一个 真正的大艺术家呢 我下次再讲